这节课是讲一款在台湾卖了几十年的一款菠萝包 我们叫做奶酥菠萝 那这个奶酥菠萝它总有三个不同的奶酥成 一个是面团 一个是酥皮 还有一个是奶酥馅 很多我们知道的普通菠萝包是没有馅的 那我们今天就加了奶酥馅 它整个的奶香味非常非常的浓郁 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大家可以去加核桃仁 加各种坚果 加核桃干 可以去把这个奶酥馅铁的丰富化 可以做成一个系列出来 那要先来把我们这个面包的中种给做一下 这里边的是我用的是日清的神长花的面粉 然后这里的水呢是冰水 这是细砂糖 然后这是耐高糖的干酵母 那制作中种比较简单 因为我们这个水是冰水 那我这个酵母就不能加到冰水里边去 那我们选择干酵母跟面粉去混合均匀 那我们加好厨师机 那我们把酵母跟面粉混合好的这个玉盘粉 加进来 然后把水加进来 哎呦我们的细砂糖 那这个种子制作非常简单 我们需要好像我们打面团一样 把它打到那么薄的手套膜 只需要这个种打到三分钟四分钟成团 然后初步有一点面团的样子就可以了 那我们用低速两分钟高速度一分钟就可以了 OK我们这个面团就搅拌大概三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从刚里边取出来 把它揉成这样一个光滑的小面团 接着我们取一个盆子 这个搅拌好的面种呢 我们就放置在室温下 这个室温不像我们做面包啊 不管你在配方啊 还是在一些面包书里边看到有室温是两个字 并不是指的你的实际的室温 指的是我们25度左右的一个室温 就是如果说你的室温温度只有两分是三度的话 那是没有办法做面包的啊 就是我们要在25度的环境下 给它发酵个40到50分钟 让它膨胀起来 等一下膨胀起来之后呢 这个面团自然就会变得光滑 而且里边会产生非常丰富的面筋组织 那现在我们就去开始进行这个面种的发酵 发酵期间呢 我们会准备一下我们这个菠萝奶酥里边所加的馅 还有外面覆盖的那个菠萝皮 那现在我们来制作我们这个菠萝奶酥里边的奶酥 那这个奶酥呢 是要来包在我们这个面包里边 所以吃起来它的口感非常丰富 奶香味十足 奶酥的话呢 有四种材料来构成 第一个是黄油 那这个是糖粉 全蛋液 还有奶粉 那这个黄油呢 是要确保是充分软化过的 非常轻轻的一压 就成了泥巴这种状态啊 那我们用刮刀先把它给压饼 那接着我们就把糖粉加进来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 现在是比较顺滑的这种糊状 那接着我们来做第二步 加蛋液 加蛋液的时候 就要特别注意 我们的这个蛋液的温度呢 跟黄油的温度 要尽量尽可能的接近啊 就是如果说你的黄油 是已经湿温软化过的 而你的蛋液 如果说是刚刚冷藏 可以拿出来的 你在加的过程中 让它容易造成油水分离 所以这两个温度 尽可能的接近 都是二十几度的温度 就最好了啊 搅成这种非常顺滑 细腻的黄油糊 接着最后一步 我们就把准备好的奶粉加进来 奶粉的量比较多 所以它叫奶酥 这样奶粉之后呢 我们就不能用单抽去搅了 已经搅不动了 我们拿这个刮刀去压半 好 那么奶酥线就做好了 奶酥线的提量制作 可以冷冻储存 大家可以直接用保鲜膜 给它密封包装起来 直接丢到冷冻柜里边 什么时候用的话呢 直接拿出来解冻就可以了 好 然后这个环节呢 我们来做奶酥菠萝 后面那个菠萝皮 这个菠萝皮的形状 这个材料一共有五种 一个是黄油 那这个呢是低筋面粉 奶粉 全蛋 还有糖粉 好 那我们把黄油 加到我们这个厨师机 桶里边来 黄油也是软化锅的 充分软化锅 那这个糖粉 我们可以一次加进来 因为是用厨师机搅 所以可以很轻松的 把黄油和糖 搅在一起 再拌到糖粉 跟黄油 基本上粘在一起了 那么就可以开高速了 好 大家看这个肉 黄油跟糖 已经 已经融合均匀 那接着我们就可以来 分次加入蛋液了 然后现在黄油呢 跟蛋呢 糖都已经小搅拌均匀了 那我们可以把面粉 还有糖 奶粉 一起加进来 炸了粉之后呢 我们还是转成低速 防止粉飞溅 然后加了低粉之后呢 我们就不要 也是跟打蛋白一样 那么狂角猛角 防止它出筋 现在只要看不到干粉 然后面粉跟黄油 混合均匀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可以 就把它取出来了 OK 那我们这个 菠萝皮就制作完成了 等一下我们要给它冷藏 冷藏完之后 让它稍微变结实一点 然后我们把它分成 25到30克 一个的小剂子 然后把它给覆盖在 我们的那个 菠萝奶酥包的外表皮 好 那我们菠萝皮的制作 就到这里 OK 我们这个 种种简单的发酵了 50分钟 它的体积就略微膨胀一点 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 这一堆材料呢 就是我们做这个 奶酥菠萝 我们的煮面团里边的 所有材料 一个就是种种 然后这个是 日清的粉 糖 黄油 纯蛋 蛋黄 还有 耐高糖的干酵母 盐 还有奶粉 好 我们把种 把面粉 还有水 糖 盐 奶粉 都加进来 现在呢 还有什么东西 没加呢 就是还有 全蛋没加 蛋黄没加 然后还有 酵母没有加 还有黄油没有加 那除了这几种材料以外 我们就开始先去 和面 在和面的过程中呢 我们就把蛋给加进来 好 我们先用低速 搅拌个一分钟左右 就可以加蛋了 按大概成团了以后 我们就不用停机 直接把蛋加进来就行了 好 好 现在我们已经把蛋黄 还有 全蛋都已经加进来了 那我们这里加的蛋黄比较多 全蛋比较少 就是 全蛋 可以换一种说法 就是我们家的蛋白比较少 因为蛋白的话呢 可能会让面团变硬 所以我们加的是蛋黄 比较多一点 所以它整个的面团出来 非常非常的转 现在我们这个面团呢 那就基本上已经成了这种 偏黄色的这种面糊状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酵母给撒上来啊 大家也可以换成鲜酵母啊 鲜酵母吃的时候的话 会效果会更好 现在就只剩黄油了啊 只剩黄油 那我们这个黄油的加入的时机呢 是要等这个我们刚才打的面团 成团了以后 出了8分斤 我们再来加软和黄油啊 我们在打面的过程中啊 如果说大家不经常打湿面团的话 要尽量分多次来判断它的状态 以防止它打锅头 打锅头之后呢 这个面就会非常的粘手 这个时候因为我们这个面团的 含蛋量比较高 所以它会比较粘 那么我们在手上抹一点油 或者用水 把手打湿都可以啊 揪一坨这样 往这本面下来 来看一下它的膜 这个时候可以发现 可以很轻易的拉出膜来了 那我们把这个膜呢 给它扯破 扯破了以后呢 就有这种锯齿 有这种锯齿 它不够锐利 不够光滑 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怎么判断它的 筋度状态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是80%的状态了 能够很轻易的扯出膜来 并且能够看到指纹 但是这个膜破了以后呢 它会呈现出这种锯齿状 这就是我们所的80%的状态 也就是叫8分斤 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加入黄油的时机 黄油加之前 一定要薛老师充分软化过的 这样相近的一捏 就成了泥巴这种状态了 干了黄油之后 我们重新转为低速 转为低速 先搅两分钟 让面团把黄油给吸收 然后再转成高速 打到10分斤就可以了 这个黄油跟面团初步吸收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转成高速 然后一直让它打到面团光滑 然后打到10分斤就可以了 非常轻松就可以拉出膜来 那我们把这个膜给它拉破看一下 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 我们这个膜它破了之后 是非常的光滑的 非常的光滑 没有那种锯齿状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9分斤 9分半斤或者到10分斤 那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盘短我们去把这个面团拉的长 拉长了以后 这个面筋这里是有一条一条 这种一柳一柳的这种纹路 这个也是面筋 然后非常的Q非常弹 就这种感觉 现在我们准备一个盘子 盘子里给它喷点油 当然盘子也可以 或者大耗的烤鲜盒 大耗的盆子都行 然后这个面呢 我们出来的面呢 是这种比较残不忍度的形态 那接着我们要给它稍微的整理一下 整理的时候呢 把它好看的一面都在外面 然后这种不好看的一面 把它包在两面 就这样给它稍微的这样折叠一下 折叠几次 因为面在折叠过程中 这个表面的面会被这样拉紧 它就会变得很光滑 接着我们就可以去发酵了 发酵的话也是室温25度 我们所谓的刚才说过了25度的室温 然后去发酵 50分钟到60分钟 它的体积会膨胀 大概将近两倍的样子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拿出来去分割了 大面团经过了60分钟的基础发酵 现在我们就可以拿来分割了 它的体积大概膨胀两倍左右 那怎么判断它的状态是否发酵好了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 手指头上沾点粉去戳一个洞 那这个洞呢 以一种非常缓慢的速度去慢慢的回缩 差不多就是OK了 然后它的体积呢 就大概膨胀两倍左右 每个分50克 一共分了大概20到21个面团 现在我们就接着来搓圆 这是光滑面 这是粗糙面 那我们把这个光滑的这一面 让它留在外面 然后丑的这一面也包进去 那我们现在先做一个 这样给它给包进去 包进去 然后用小指跟大拇指 这样来回给它转动 就可以把它给 非常方便的给搓圆 这样就可以了 再来一个 包进去 包进去 再来一下 包进去 用大拇指跟小指 进来上面去 不要把它完全包住 这样子 两个非常圆的小球 那接着我们就去拿去 给它松弛一下 为什么要松弛呢 因为这个面团 经过我们这样一番折腾 它里面的筋性很强 我们没有办法去把它给 拉长啊 或者给擀扁 所以要给它一个休息的时间 休息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个是 给它还是室温 25到28度 给它松弛15分钟 15到20分钟 第二种方式呢 是可以直接给它 放上一个袋子 或者盖上保鲜膜 去冷藏松弛 在8到10个小时以内 可以随时取用啊 这是我们松弛了 15到20分钟的一个面团 那接着我们就把这个面团里边的 那个奶酥线包进去啊 包线的手法呢 就跟我们包红豆 有点是类似的 首先是 大概给这样 拍的时候呢 这个手 大家看这个手是这样拱着的啊 不要这样 整个手放平 啪啪啪啪 不要把它很点 让它上面上面厚一点点 这样拱着一点啊 拍完之后这样 拿起来 手是这样子的 把这个面团放这里边来 然后准备一个这样的小刮刀 那如果你没有的话 拿个勺子去也行啊 那接着把我们这个做好的这个奶酥线 大概放15克进来 这样往里边塞 因为我们上面是一个空洞嘛 所以它这里自然就会陷进去 然后呢 就可以这样给它 像包包子一样 包进来 那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刚才那个拍的时候呢 手是这样拱着的 上面厚一点 因为我们这个有一个封口的过程 那在封口的时候呢 这个面会被这个往下拉 上面会逐渐的变薄 如果说你整个饼变得很薄的话呢 你进入这样一拉 那这边变得更薄 所以就它就不是在正中央啊 所以我们这个肉要把它给拍厚一点啊 好 封住口 就是这样一个形态 好 这是我们已经包好线的 等一下呢 我们就把这个菠萝皮 给它盖在这个上面 然后去发酵 等一下我们来教大家 怎么样去把那个菠萝皮给包进去 往上包在这个外皮上 好 现在我们来包这个菠萝皮 那包之前的话 我们要在这个 刚才已经包过线的这个面包上面 这个面包上面给它稍微的 差一点水 就是它这样 你可以跟菠萝皮沾的更老一点啊 当然也可以拿那个小喷壶 去喷水也是可以的啊 好 这时候我们就来包了 那包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刚才做过的菠萝皮呢 这个馅是稍微的去冷冻一下 但是不用弄的冻的硬茫茫的啊 直接 这就这样大概20克 如果你泡不准的话 可以拿撑去撑一下 然后手上可以沾点这个粉 直接把它给 搓圆 压扁 那手上也是沾点粉啊 然后把我们包过线的这个 这个面团 直接压到这个上面来 压上去 然后一边捏 一边转 但捏的时候呢 上面转的时候呢 表面这个菠萝皮就会自然的 由它具有一定的延展性 就会变大 然后整个把这个面团给盖住啊 然后一直转到 把这个面团完全给覆盖住 就可以了啊 那我们再来一个 赶紧沾菠萝皮之前 一定要确保这个表面 是有一点点水的啊 转的时候呢 手上也是沾一点粉 那这样它就不会捏你的手 然后取一个 已经包了线的这个面团 直接盖上来 一边捏 一边转 好 直到把这个面团给它完全盖住啊 现在我们的全部菠萝皮 都已经盖上来了啊 接着我们还要完成最后一步 接着我准备一个刮板 就我们日常切面的刮板就行了啊 把这个我们已经包了好齐的 这个菠萝包 给它这样 竖切五刀 四刀也行啊 接着我们就开始去进行最终发酵 最终发酵的时间还有温度 我会在屏幕的下方打出来给大家做参考啊 当然不同的烤箱 它的时间和温度 还有是有些细微的差异 大家烤一次就知道了啊 了解自己烤箱的特性 好 现在我们的菠萝包已经发酵完成 大家看它的体积呢 相对于发酵之前大概膨胀了将近两倍啊 那我们出炉之后呢 现在就可以去做一下烤箱的装饰 我们给它表面刷上蛋黄叶 记得是刷蛋黄叶啊 不要刷全蛋 刷蛋黄叶呢 出来颜色会更加好看一点 刷完蛋液以后就可以去进入烘烤了 烘烤的时间还有温度 我们会在屏幕的下方打出来给大家做参考啊 当然每一台烤箱 它的性能啊 它的特性啊 它的功率都是不一样的 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调整温度 OK 我们这一炉菠萝包经过了12分钟的烘烤 现在就可以出炉了 后我们将它从烤盘里边快速给它转移到一个冷却网上 这样可以防止它在盘子的底部虚出水蒸气 让底部变湿 好 我们的所有工作就已经全部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个面包的颜色非常的好看 金黄色